歡迎收看語圓的頻道,我是語圓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能出去吃飯 也不能跟朋友在外面聚會 所以呢,今天想拍這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家是怎麼過生日的 今天快到我們的上班時間 因為我們九點要開始上班 這次今天不能一直拍影片 那今天最主要的活動是在晚上 所以等我下班之後 我會開始陸續拍一些影片 跟你們做分享 那我們就待會見 終於下班了 現在呢,我們要出去買壽司 來當今天的生日晚餐 就來讓大家流口水 這是這家的師傅 天生日快樂喔 他們這家的食材都蠻新鮮的 我吃過好幾次 這家是我的愛店 這家是我的愛店 哇! 杯子已經冰好了 哇! 我阿嬤也太熱心了 她知道我要喝啤酒 就先幫我冰好了 還好,這個是我的生日晚餐 感謝我阿嬤 幫我買生日晚餐 阿公 這個是老闆招待的酪梨捲 那它上面有附一點鮭魚卵 很專業 好像有學過茶道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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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謝謝你 買這麼豐富的晚餐 這肉餅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老闆招待 老闆送給 炒醋是好吃 炒醋是真的好吃 他們的食材新鮮 這肉餅 有過水準耶 對啊 嗯 它是連鎖店 嗯 有啊 它在台北有進鎖 它在台北有進鎖 中和也有 嗯 對啊 它好像有不少分店 哦,有不少分店 嗯 這汁的過水準 對啊 它的 那個素汁的 那種味道 嗯 也 也 對 不過台灣人 對 適合台灣人 適合台灣人 適合台灣的口味 那它又 下味啊 也是空到 那蒸鮮你們覺得呢 對啊 蒸鮮滿便宜 它一盤就30塊 可是我覺得也不錯啊 蒸鮮我也很滿意 蒸鮮 也不錯 但是 味道還是喬說不好 對 所以我吃配啤酒 最對味 日本人 很多人都這樣吃啊 他們那個 上班 下班 就是那個 生魚片 會配啤酒 哦,對 那生魚片就是他們的下酒菜 這是這樣拉出來 哇,漂亮 哦 它有附盤子 那有刀子 25歲 這是我今年的生日蛋糕 我們點芋頭口味 它有7種水果 上路 好,那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到外面慶生 所以我們今年呢 是在家裡辦生日趴 這是我奶 這是我阿公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上集的影片 你們都知道 今天他們兩個 老人會幫我 慶祝生日 生日快樂 每年都這樣 生日快樂 好害羞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好,謝謝你們 往年呢 我們都是在享食天堂 辦生日趴 對,因為今年疫情了 所以我們是在家裡辦生日 這個蛋糕呢 是我們今天買的 我們買芋頭口味的 生日快樂 工作順利 哦,謝謝謝謝 會努力的 好,那已經講好多句了啊 你...欸欸欸... 你生日快樂啊 那一切順利啊 我阿公就是話比較少 可是呢,他內心其實有一些感觸啊 想說 只是說他話比較少 希望大家 我周圍的朋友 或者是我家人 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者是感情 做一切順利 我阿公就是話比較少 最後希望這波疫情趕快結束 我們全家在一起出去玩 我們大家都悶壞了 悶壞了 對,安吉警戒已經兩個月了嘛 欸?兩個月嘛 對啊,兩個月了啊 對啊,悶壞了 以前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去泡溫泉 對,那現在這個活動都取消了 沒有了 現在我們就要期待啦 看七月底能不能正式解封 那解封的話 我們可能會再觀察一個禮拜 那如果這一個禮拜穩定下來 會回歸以前的生活去泡湯 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希望全台灣大家都平平安安 一起努力 守護台灣 對抗這個疫情 最後也希望可以回歸到以前正常的生活 我們最棒 謝謝你們 大家一起努力 對,一起努力 加油 謝謝你們 加油 哇,這個二段 蛋糕我就交給我阿嬤切 因為我超級不會切蛋糕 這是芋泥蛋糕 嗯 哇,我超久沒吃蛋糕了 是芋頭蛋糕 對啊 嗯 嗯 哇,超好吃的 超好吃 是不是 超好吃的 它裡面還有布丁 超好吃的 這個芋泥真的超好吃 我可以喔 兩次給它吃包 哇 質量這麼大喔 年輕的時候 平常喔 要叫我們吃蛋糕 非常的難 我們都非常怕胖 對 可是我們是很喜歡吃蛋糕 嗯 我們真的超喜歡吃 只是 會想到就是會胖 就不敢吃 對 我們就是在這種大節日 例如說 母親節啊 父親節 還是生日啊 才會吃蛋糕 不然我們平常是不吃蛋糕的 我走過蛋糕店 我都不看 趕快走過去 怕吸筋到 對對對 我怕再 再 久一點喔 你就忍不住就跑進去了 我就忍不住跑進去了 正常正常 所以你乾脆就 走得遠遠的 趕快走過去 不要看 不要看 不要無視掉 今天是我們的晚上11點 現在我要跟我的十檔打屁一下 這首是小情歌嗎 知道喔 緊張愛喔 不錯喔 解封之後你去當個街頭藝人 也不錯 哈哈 我拍不到他啊 不用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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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拍就好了啊 我有拍到松哥啊 我拍到松哥他偷偷練肌肉 還是好啊 把我放到 把你放倒了呀 你秀一下你的肌肉 把你放倒一百倍 蛤 走喔 沒有 有 喔 不錯喔 不錯喔 你在防疫期間 有好好在斷念身體 What 只有我開 喔 你終於出現了 欸 我這樣看不到 又不見了 哈哈 是嗎 他久沒見了 對啊 風哥不願意開鏡頭 現在我們在講這個 疫情的事情 一天就一天了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疫苗覆蓋率 一定是 一定是 韓國的啊 日本也是開開關關耶 他們6月20號解除緊急事態 那他們好像下禮拜又要封城了 那封城 對 他們又要進入第四次的封城 他們的奧運本來是最多一萬人觀看 那現在是連一個人都不能去觀看 選手可以 就是選手可以去比賽 可是就沒有觀眾啊 可是你想 你這樣 要有那個比賽的動力嗎 現在呢 我朋友要線上跟我乾杯 那你們可以看看 他是拿什麼藥來跟我乾杯 我現在是拿啤酒喔 欸他現在拿光泉跟我乾杯 你是光泉牛奶嗎 對阿賣牙口味 賣牙口味 好喝嗎 好喝你就推薦給我 那時候你的IG 你的FB 還有你的Youtube 連結都給我 我幫你標 我紅了 你就紅了 你最棒 你不喜歡我的影片 你可以按兩次不喜歡 那當然你可以按個喜歡 我是最開心的 可是你千萬不要按一次不喜歡 你不喜歡你就要按兩次也可以 那你可以按兩次 四次六次八次都可以 可是你不要按激素 他只想當我的黑粉 只是我提醒他 如果要當我的黑粉喔 不要燒焦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在這裡告一個段落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播空 來看我的影片 也很謝謝我周圍的朋友 家人 這麼熱心的幫我慶生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 沒辦法到外面吃美食啊 跟朋友在外面唱歌啊 出遊幹嘛的 對 但是能受到你們的祝福 我就非常感動了 非常滿意了 今年的生日呢 我最大的願望是 不管是我周圍的朋友 家人 還是你們大家也好 希望你們每天都快快樂樂 幸福過著每一天 不管是工作 學業 感情也好 一大堆blahblahblah 希望 凡事一切順利 那最後呢 希望這波疫情趕快結束 能回歸到以前正常的生活 對 那我才能繼續拍影片 跟你們做分享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在下面 訂閱留言按讚加小鈴鐺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